各位觀眾,歡迎回到新聞聯播 我們今天就有兩岸國際的消息 第一宗,雖然大家知道昨天中國公佈了全國人口普查 但竟然有另一宗新聞使用了全國人口普查版 就是成都49號中學的一個事件 當地有一個中五的學生墮樓 但學校的做法引來全國的聲討 話說在5月10日的清晨 有一個中國公民在微博說 自己在成都49中的兒子昨晚意外去世 校方的說法就是他在樓道墮落 就是樓梯掉下去 但校方第一,他就不提供現場的閉路電視紀錄 第二就是第一時間遣散了全班學生 叫他們不要說話 不要就這件事發表任何事 然後那個家長 晚上在學校門口聚集 甚至引來其他家長 他就擋住他不讓進去 以及不說任何事 後來等了很久 那位墮樓學生的母親 其實他想看他的兒子的遺體 以及拿現場監控的 但是他最後是校方提供了一段視頻 但是最關鍵的視頻 就是拍到他跌下去的那一刻 其實是沒有了的 而他跌下去之後 甚至是那個兒子送去殯儀館 但他媽媽是不知道的 是完全不知道做什麼事 變了因為那件事件發生在母親節 還有大家知道內地 最近才轉了二孩政策 其實父母也很疼愛子女 那這件事基本上是洗版 你應該是說 不是最近做二孩政策 是最近才轉二孩政策 他生了孩子的時候還是一孩政策 不是轉了二孩政策 他很殊的子女 而是因為最近才轉二孩政策 而他生的時候還是一孩的 所以他只有一個子女 所以就更疼愛子女 你的邏輯完全錯了 知道 因為他那個時候 還是一孩政策的時候 所以他只有一孩的 而不是轉二人 你應該轉了二人政策 應該沒有這麼疼愛才對 明白嗎 你的邏輯是錯了 你要想一想 究竟A從A到B 明白嗎 你如果不說這句話 反而沒事 那時候你說的這句話就是錯了 OK 我只是講一個邏輯問題 好 所以這宗成都49宗事件 暫時未知會怎樣發酵 但是做法也挺不引導 而且學校也挺壞的 我想不是學校很壞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是 因為你都是失了 失了整件事 失了那個焦點 現在我殺了這個兒子 你會不會說他很壞 這個不是一個壞的問題 你不是用一個這樣的字眼 你的字眼是用錯了 他現在殺了他的兒子 如果他做法 有些是appropriate 整件事的邏輯好一點 你講這宗故事的時候 邏輯是完全錯了 焦點 他的問題是 不是如果校方處理不當 就叫做壞 OK 現在他認為校方殺了他的兒子 那不是一個壞和好的問題 OK 他那個兒子的時候 為什麼他沒有了 為什麼會這樣死了 然後他故意 為什麼你不去公開他那件事的內容 那個故事你不說 那條視頻沒有了 然後 附近的醫院 那個醫院 附近是有醫院的 兩分鐘路停有醫院的 但他兩個小時的車才到 而且是直接送到殯儀館 不是送到醫院 所以這件事變成全國的新聞 你如果這樣說 他不會變成全國的新聞 就是這樣 問題在這裏 而且問題就是 為什麼警察到最後 都是把這件事 立即判斷為自殺 那就是說 你 我想不會整間學校的教師 一起去殺了那個小孩 好像 東方快車謀殺案 那樣 Agatha Christie 那個人 是這麼多人一起去殺了那個人 不會吧 那為什麼你們會大家一起去包庇這件事呢 如果警察和學校沒有路 為什麼警察又要去包庇這件事呢 為什麼牽涉到這麼多人都包庇這件事發生什麼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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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會成為一個大家全國性的 那些 熱話嘛 明白嗎 是因為死了的人 這個不是處理失當的問題 是死人 是殺人一個人 是我們懷疑的人是懷疑你是學校殺了他 而學校殺了他不僅僅 而且還是警方包庇學校殺了他 現在真正關心的是這件事嘛 嗯 為什麼牽涉到這麼多人 為什麼大家還會這樣包庇這件事發生什麼事呢 OK 嗯 而且這是成都來的嘛 如果你說雲南都好一點 就是夢法無天的 比較夢法無天的 什麼 這是成都來的嘛 就是已經是大城市來的嘛 OK 不是一個鄉村嘛 OK 還有你再說回 剛才你再說一問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 那件事 是被人發現了 當然我其實是最初的時候 是看到那些黃絲去傳閱 但問題我想應該是在大陸發現的 因為一直都是說中國的人口 是少於14億嘛 已經跌穿了 嗯 但這次再回來是多於14億 嗯 那都沒事了 你都應該相信國家的調查 嗯 但是那些人就計算了 我沒有double check過這件事 那些人有人就計算了出來 就說 去年和今年 對比了去年和今年的數字 那麼呢 再對比去年的 今年的親出生人口 和死亡人數的數字 按照你增加的數字 就應該增加 增減的數字 就是應該出生加死亡 減死亡的數字 但在論上不合 嗯 嗯 OK 所以大家 都是在說 都是在說 中國人口減少 實際上 人口已經跌破了14億 你便可以說 但我就 我不明白 因為那些黃絲不停去 宣傳這件事 嗯 但是 我不明白 就是中國人口減少 肯定發生的 是啊 但是為什麼會是一個攻擊中國的一個口實來的呢 和按照他的立場 他造假也不是第一天的 那你也不需要驚訝 是不是 如果真的有造假的話 那你也預料了 那你也不需要驚訝 是 問題就是 遲早發生的 今年不發生 過幾年都發生的 就是我覺得 但我不明白 為什麼這個是一個攻擊的藉口 但是至少 大概攻擊 有一件事是合理的 他說的數目是不合 當然我沒有重測過 那條數目 但是被攻擊就說 那條數目加起來是不合 所以實際上 中國人口已經少了14億 但問題是中國人口減少 和被印度過了 這個遲早發生的 也不是 就是千要落雨 糧要嫁人 都是 必然會發生的 也不是一個被攻擊 被取笑的一部分 那按這個第七次全國人口 普查的資料 那其實第一 就是那些少儀人口 就是14歲以下的那些 那其實就是 那個比重 就是佔全國人口 是上升了1.幾%的 那也算是一些新增 那但是呢 這個中國60歲 以上的人口 就已經超過2.6億了 那其實呢 基本上 就是連那個 國家統計局局長都說 那其實就 老齡化已經成為了之後的一個基本過程 那其實都很常見 因為 其實這些國家 有一大堆的人口出來 那你過一段時間之後 那些人口一定會變老 那變了其實 都 都有一個常態 那但是 中國 他強調 中國的勞動力的人口 還是很豐富的 那人口紅利 都是繼續存在的 那樣 中國當然很豐富 但是問題就是 中國的勞動力又太豐富 因為呢 我說為什麼 有些人是可以 能夠維持人口的增長 很多 很多 很多國家 因為你要是女人 不做勞動力的話 你會生得多一點 嗯 中國 因為很多女性的勞動力 人口太多的時候 當你女人出了去做事之後 就不生孩子了 嗯 所以這個我想 我想要將 漸漸應該要將生孩子 變成一門 是 工作才行 即是 那個女性的 即是代母 代母 那些 你要將代母 那些 變成一個 產業 否則你沒有辦法 就是說 人工受人 代母 既然你想什麼 既然你想人口多些 人工受人代母 我覺得都是 共產黨都是 講科學 講維文 講維物科學 那些 你應該是 應該是接受這些 你應該是能夠接受 所有的科學的東西 即是類似人工受人 和代母 這些 全都是科學 甚至incubator 的浴鷹 直前是 浴鷹 浴鷹的那些 都是科學 我覺得 中國應該是 最能夠接受這些東西的人 我不明白為什麼 我都不接受 我想要開始開放這些 是 而呢 還有一些 數據都值得看 第一隻呢 男性的人口 就51點幾% 女性的人口 就48點幾% 變成其實都差不多有 一千多萬的男生 即是多出來 變成 他們怎樣去找他們的伴侶呢 或者是大家內地結婚的情況 會怎樣呢 這件事經常引起人的關注 另一方面 還有就是 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 就是上升了 以及文盲的人口 就是下降了 文盲率就下降了 其實都證明 在中國裡面 其實那個 教育水平是不斷提高的 都是會 是 但問題是提高教育水平 它的好處 其實呢 文盲率呢 現在已經是一路都 降降應該已經沒有了文盲 這個是中國 數盲的 數得很成功的 現在的文盲 主要是年紀大一點 2% 2% 因為年紀大一點 主要都是 但問題就是 其實呢 懂得多些字母 讀書、識字、尋死路 你要多些讀科學的人口才行 其實你要讀科學的人 你一定要科教興國 你如果那些人 讀文史哲 那些全部是廢的 就是文史哲 那個社會呢 只需要很少人讀文史哲 即是就是 如果真的是文史哲 專家是很少人 你如果個個都讀文史哲 讀工商管理 那些其實是沒有用的 因為個個都讀 就是要多些人讀科學 是比較有用的 是 另外呢 還有一個數字可以看 其實 漢族的人口 就佔91% 基本上 都是維持最多 但是呢 少數民族的人口 其實是有增長的 就是看到呢 就是 就是 那個小數民族呢 就是他們都繼續是存活 還有就是 就是他們都繼續是 就是人口上面會增長 因為有些人會說 就是 中國的種族滅絕 那樣那樣 但是這個數字來看呢 就是如果你相信他們的數字的話 其實這些小數民族呢 都是一直在發展的 這樣 我這個 你講了一百萬次 你沒得不相信的數字 我不知道那些人會不相信 因為 因為 就是 小數民族 跟我們 和漢人 是一同生存的 你一同生存 是在 你大城市裡一同生存的 你每天都看到他們 你知道他們的狀況是怎樣的 你怎麼會不知道他們呢 小數民族沒有人口政策的 小數民族 就是 小數民族的人說 更大官的 更惡國官的 那這裡 至少 很多新疆人口 打劫 那些 偷東西 偷東西就不拘捕的 就是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你有懶也知道 只有香港很多人沒有眼 或者西方的人沒有眼 你不知道 或者有眼 你當是看不到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件事 就是 不是 不是值得 不是值得討論 根本是不需要討論的 有太多蠢的人才會特別討論 是 因為 這個世界大獅子 不知道有些人相信這個地平雪 地球的 所以 很神奇 最後 再說一件國際新聞 就是 這個上海 和韓國的交易所 大家想建立一個 中韓的ETF的互通機制 除此之外 還會希望加強在指數 債券市場領域的合作 一起開發多些指數 方便一些跨境投資的措施 以及債券市場 都一起合作 有些基本數據 就是 韓國交易所 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韓國交易所 其實它的世界排名是第13 亞洲排名是第6 市值是2.2萬億 上海 大家都知道 其實它現在世界排名 是第三 2.2萬億美金 對 2.2萬億美金 對 然後 上海 世界排名第三 亞洲排名第一 市值是6.9萬億美金 變成 其實它們兩國的合作 大師 你怎麼看呢 我想這樣說 那些交易所互收合作 因為大家很多 你互收合作 即是你自己發展有限 互收合作 是可以很快速增加 即是等於 即是等於 這個international trade 國際交易 是漸漸的交易 是由 運一些 可能運一些貨 是到金融的產品 這個金融產品 那你會大家一起 你又多了 我又多了 大家選擇多了 所以是大家有互利的 其實這些是等於 金融 即是金融產品的國際貿易 的話 漸漸這些都開始越來越流行 越來越流行 即是金融產品國際化 我們越來越買得多 譬如你正如香港人 香港人以前在10年前的時候 你只有很有錢的人才會買美股 很少人會買到美股 但現在每個香港人都會炒美股 即是整個市場就是 這十幾年來 一直在金融 金融產品所有東西 都在國際化 因為你變成國際化 就太容易了 如果以前是很難的 但現在是 因為沒有聯網實行 所以變成國際化 還會很容易 金融產品 所以現在是一個 這樣的大趨勢 我想 所有世界的交易所 會漸漸是 連成一線 沒錯 就可以互相投資 其實也挺有趣 因為 你在韓國 是一個韓國人 但你可以像香港 有些什麼 深港通 互港通 這些水 你有多少水 都可以去投資 其他地方的金融市場 其實也是 促進到 整體大家 維護你 所以 金融市場 現在必須是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 已經是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 以前的時候 金融市場 不是很多 外貿交易 但現在外貿交易 金融市場應該是最大的 譬如說 貨幣市場 那些 已經大了 所有的 實質的產品 所以 大家互相加強合作 不知道韓國 或者跟英國 之類 那個加強合作 是難免的 還有這個加強合作 對中國整體 將來持續的增長 都是很有幫助 其實如果我們知道 有透過我們的節目 很多人看就知道 我們之前有說過 其實中國 已經成為了 這個 投資的目的地 最大的 取代了美國 其實在接下來 疫情都差不多 在中國裡面 都已經到尾聲了 如果不再爆發的話 基本上 我們很多事情都重新 好像回到疫情之前 開工 大家不斷做事 但是你看到其他歐美國 他們都 仍在受制於疫情 變成 中國就好像 08年金融海嘯之後 就最快復甦 然後再帶動了增長 對 今天就這麼多 好 好 之後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為什麼我會 想法就是 我會看其他 除了銀行之外 雖然說 Virtual Real Estate 會比較離譜 但是我也 你也留意一下 當日 Bitcoin也很離譜 當日也很離譜 當日也很離譜 老實說 Ethereum 我覺得不離譜 Ethereum 是Bitcoin 這麼多年之後 做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是不離譜 但是 如果純粹Bitcoin 真的有多離譜 你說 Virtual Real Estate 當然很離譜 也很離譜 或者現在所謂NFT Art 也很離譜 但是 我想要在這些東西裡面去 Dick in 因為我再說一次 我們現在炒的銀行 港來那些都是銀行 港來那些都是銀行 港來那些都是Bitcoin 來的 Bitcoin的衍生 爆了一百隻出來 開著大家玩 但那樣東西 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當然我們那個範圍是說 Block Chain 就是出了人工智能 毀滅地球 那些東西 但是現在我們在Block Chain裡面 NFT是一個好的上市 其他東西都是 我會在這裡去想 那些東西都可以去想 不是那些東西都可以去認識 那些東西都可以去想